大家好,2023年2月13号,东方拉平的UFC复盘这个UFC的284吧,283啊,对不起啊,我这记性不好 通过这个聊一聊吧,聊聊格斗的事儿,格斗的朋友们可以听一听啊,喜欢武林的 不喜欢武林的就算了,不喜欢武林的算了 大帝呢,对马哈切夫,马哈切夫呢,现在是UFC的,就可以说世界的了 轻量级的金腰带,那么大帝呢,他是雨量级的,他升了一个级别,打马哈切夫 他的身高臂展,比马哈切夫要矮的多的多 那么这场比赛,我立志,我立定的,我立挺的是大帝 我说马哈切夫胜率很高,但是我这位立挺大帝 为什么,因为我是打鸡派,我是徐晓冬,我喜欢打鸡派 那么马哈切夫的衰柔派的,衰柔打派吧 我觉得观赏价值不高,我觉得我还是喜欢更刺激的大帝 当然,我同样觉得马哈切夫非常牛逼 而且这场比赛,他赢的概率大 但是我还那句话,因为我已经在好多朋友之间都说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还是希望大帝赢 这场比赛下来呢,五回合打完,分极盘定 而一致盘定,马哈切夫呢,胜 我今天告诉大家,判的没有毛病 虽然我也支持大帝,判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打了五回合,前两回合是马哈切夫占优势 为什么,大帝他的近战的重拳非常好 但是没想到被马哈切夫的中远级驴的拳给堵那儿了 堵得还特别准 当大帝全力进攻的时候 马哈切夫呢,就可以用摔来化解大帝 虽然大帝防守非常好 但是,他的近战相对来说被马哈切夫带进了他的节奏 但大帝的中进程的重拳呢,没有完全的发挥 所以第一回合,马哈赢 第二回合,马哈赢 第三回合,大帝打出了感觉 但是,点数最多最多也是平 我可以况且说平 第四,马哈赢 因为马哈三四回合的时候 经常用三角锁,拿背锁住对方 之后呢,虽然说没有降服的机会吧 但是让大帝也非常的狼狈 第五回合,大帝赢 所以按这么说的话 一平,大帝呢,是三负一胜 最终呢,一致判定 大帝呢,负,马哈赢 没有任何问题 国内的很多朋友也质疑 问我,让我许晓冬说这事 我不想发什么视频 我也不发像图片 因为我后期制作 我本来就是个傻子 还得影响我 影响我现在的跟大家聊天 所以我就不发任何东西了 我仔细跟大家聊 这是我的专长 有人说,大帝应该赢 大帝的最后打几多 那我告诉大家 他只是最后一回合占优势 头几回合 他的优势不是很大 虽然大帝的重拳也打到了马哈 但是马哈的拳也打到了大帝 所以相对来说 抵消之后 在地面上的摔 大帝几乎没有完整的摔倒过 马哈一次 马哈摔大帝 至少有两到三次 有两到三次 而且摔完之后 这个话题又来了 又说这一扎的问题 我觉得一扎这小伙子 打得很一般 他上不了UFC 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多网上都说这个中国这个一扎呀 跟韩国选秀 可能你们就不服韩国呗 我到过韩国 我看过人家韩国的MMA的水平 我就告诉大家 就国内的小伙子们 我就说实说 整体的韩国的MMA的水平比中国要高 这是这句话 比中国要高 就是这句话 比中国要高 你们就不用再说 小韩国小日本什么的扯 韩国日本都比你高多了 这个我他妈有发言权 就这么简单 有人说那那一扎也是那么摔韩国选手 为什么一扎最后进不去了 第一一扎摔完之后呢 没有连续 就倒地之后不干别的了 就是摁着了 你起码得有打击呀 你懂吗 但没有打击 你起码降服啊 他也不懂得去降服 就那么干摔 这是摔跤比赛 这不是UFC了 所以呢 没戏 另外那是选秀 选的是新人 新人谁喜欢让你来回揉啊 都喜欢玩命打 所以最后判定人家韩国人赢 你的一扎中国人输是应该的 没有任何话可说 国内很多大神级的什么评论员 我觉得你们偷 你们真的就在这一刻 你们一个个都够笨的 我教东说的 说所有的国内的点评员 有一个是一个 我说的 你们要接的不服 我有他们所有人的微信 直接找我来 我都问了 没有一个人敢跟我说话的 就是这句话 别别再被蒙了 人家是选秀 选的是积极向上的 你一扎上来就摔 没有其他联络 我赢不了 知道吗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这个就没有对比性 你别拿一扎跟那韩国比赛 跟我这比 人家马拉姐夫对大帝 你疯了 咱们继续 如果真的是在同级别 大帝真的是可以横扫一切鱼量级 当然毕竟又升了三四公斤 四五公斤吧 往上 还是一个大级别的时代 包括最主要的就是臂展 升高 你们也看见了 大帝每次打重拳 他怎么打 冲着打 你们知道为什么 他冲着打吗 因为他的臂展比马哈短很多 打组合拳的时候 他不往前冲 是打不着马哈的 但是马哈只要站那 臂展竖起来 他的直拳就能顶住大帝 而且别忘了 带的是五指套 这个破坏力比要拳套要强很多的 所以大帝没办法 他必须得冲 但是冲的时候 他就得比较纠结 因为冲多了 就容易被马哈潜入摔 比如说第三回合 大帝开始放开打的时候 马哈几次 当大帝冲来的时候 下潜是摔 我就不发这些视频了 因为冲哥想认真的去把这个解说完 因为我没有后台 我也没有什么团队 我也没有什么助理帮我 没有 我全自己的 所以我就直接说吧 大家的 一边说 一边看比赛的视频 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所以这场比赛 我虽然特别喜欢大帝 最后那几分钟 也打出了他的风格 但整场比赛 还是马哈去赢了 小鹰的时代走了 齐马耶夫接 那么又是一个马哈切夫 齐马耶夫是次中阳级 马哈切夫的是清阳级 那也就是说 这个至少有两三个级别 都被这种摔打型的选手占据了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 我还是希望有那个时代 像重量级的凯恩 凯恩也是能打能摔 他也不是干摔 干地呢 完了之后 包括骨头能回归 我还是希望 比如像嘴炮这样的人 大马小马这样的人 出来 包括夜魔什么的 如果真要是喜欢摔的选手的话 东哥在UFC里头 可能我更喜欢 我可能更喜欢 钱德勒 因为他赢赢的牛逼 输输的壮烈 你看他赢赢夜魔 多牛逼啊那一脚 哇操 输钻石啊 输其他的 多惨啊输的 但是我觉得挺爽的 他这回 他钱德勒不是跟嘴炮 分两个那个导师阵营吗 最后嘴炮跟钱德勒 可能还有八月分打 多牛逼啊 我都支持 所以总的来说 我还是喜欢打击派的时代 打击派是永久不变的 不管是从视觉上 还是你精神经历上 还是真正 你看完之后想练 想学和街头的防身 一定是打击派 很多人就跟我说 东哥 我是练摔跤的 我街头防身好 还是说我练全击的 练打击的街头防身好 我就告诉你 如果是 您您是一对一的情况下 摔有时候比拳头更管用 我说的是一对一的情况下 如果您是一对二 一对三 一对四的情况下 那么一定是打击 一定是打击 口号尽量不用腿 起腿盘偏空 尽量用拳 如果对方跟你一对一 或一对二 你可以用腿 很多人说东哥不对 我看很多电影 不管是黄飞鸿啊 还是原来西方的上德云顿呀 包括成龙啊 人都靠腿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靠腿的话 好看 人家拍的是电影 人家是花钱买票进来看的 花钱人电影花了钱了得有收入 所以怎么好看 怎么精彩 他们用什么 这老百姓按看什么 腿好看 他们就用 但是现实打架当中 你们记住东哥的话 全世界的朋友们 一定是先学拳 后学摔 腿是干嘛用的 记住我的话 下面的话 我专门说防身啊 腿是干嘛用的 对于防身社会上打架来说 你的腿 只能用于锦上添花 就是你全摔 特牛逼了 全啊 腿特牛逼了 完了之后 完了再七几漂亮的腿 给他们搞定 锦上添花 腿一定不是雪中松滩 我操 我全打不过他 我摔摔不过他 我起腿 我呸 你就死了 知道吧 所以不要迷信腿 腿 当你练好拳和摔的时候 再练腿 就给大家的一个推荐 啊 不过 跆拳道 其实跆拳道练好了 练厉害了 也挺厉害的 但是呢 我说那个好跟厉害呢 需要很长的时间 和很高的实力 有这个实力 有这个实力 你可以把全颗摔 摔全血了 哈哈 但今天这个节目 没有任何其他的 我的什么广告植物啊 这个 完全就跟大家聊这个 因为这是我的太大的本行了 社会话题 说东方家 你就别聊社会话题了 你就聊聊这个吧 我是乐意聊社会话题 因为我为什么能聊 因为这几年在我身上 在我身上 发生了太多事 我看见了太多的阴暗面 所以我睁眼了 所以我想他妈说出来 就这么简单 谢谢大家 给你帮助 给你帮助